成婚不久 夫君以窃视之理 收留了他的青梅竹马 为了替青梅竹马平反冤屈 他伪造证据陷害我母家 最后还听信谗言 害我胎死腹中 我百般失望 心死如灰 他却幡然醒悟 我是国公府嫡孙女 虽说父亲是上门女婿 且早年病逝 但丝毫不影响我在国公府 备受宠爱的地位 外公外婆都很宠爱我 因此在我的婚礼上 做足了派头 我的婚礼乃是名媒正娶 三叔六聘 十里红装的大阵仗 而我的夫婿自然也是极好的 侯府侯爷顾宁川 我羞红着脸颊 看向红盖头外的英俊男 顿时芳心乱窜 顾宁川是我亲责的郎君 他虽二十出头 但已经是皇上所以中的侯爷 他风神俊茂 对我更是柔情似水 所以当初在外公为我做美食 我就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 成婚的第三日 顾郎随我回门 外公与舅舅邀约顾郎 共义朝堂之事 我则与外婆他们一同闲聊 人儿在侯府一切可好 母亲爱怜地看着我问道 我安抚道 女儿一切安好 母亲莫要忧虑 顿了一会 感受到腰间的酸痛 顿时羞红了脸 顾 顾郎带女儿也很好 我此番小女子姿态 另在堂所有人都安了心 回门过后 我和顾宁川越发的恩爱 他在朝堂大放逆彩 我在后院管辖家世 这样祥和的生活 确实是我想要的生活 只是我没想到 这样的祥和会在几天后就被打破了 还是顾宁川亲手打破的 听堂里 我提着一群赶来接下潮的顾宁川 只是我没想到 他还拥着一个虎妹女子回了府 我眉头微醋 但一贯的素养 令我不得已斩入笑颜 夫君 顾宁川今日似乎对我有点冷淡 他温柔地看着怀中的姑娘 对他说道 妈妈 她是洛云 是我的 是侯府夫人 顾宁川顿了一下 说今后你就在侯府生活 花楼那边的事我来处理 你安心住下 软妈妈拢了拢轻薄的沙衣 清冷地瞄了我一眼 随后傲气地对顾宁川说 宁川 我不想拖你下水 你还是送我回去吧 顾宁川拥紧了软妈妈 脸上的肆意温柔与坚决 是我从未见过的神情 我打量了一番软妈妈 再看到他一身轻薄沙衣 内里若隐若现的装扮时 脸色瞬间就白了 来人啊 将卵夫人搀扶回清院 吩咐善访备些糕点送去 顺便备份药材 本侯亲自熬煮 我闻言身子虚晃了一下 身旁的清竹急忙搀扶着我 夫 夫君 我颤抖地呼唤他 顾宁川此时才注意到我 轻咳了一声 只留下一句话 就往清院而去了 云儿 带我熬好汤药 我会去跟你解释一切的 傍晚 清竹从外边打探到消息回来了 软妈妈 本是京城皇商之女 两年前 阮氏被曝出贪污受贿 金额之大 令当朝陛下震怒 陛下仁慈 指下指将阮氏抄家 将阮氏众人赶离皇城 但 阮氏举家离开的前一晚 被屠杀殆尽 独留下当初逃婚离家的阮妈妈 阮妈妈为逃避仇家追杀 卖身进了花楼 当起了独一的清官娘子 顾宁川过来时 我仍处于悲伤状态 他温柔地握住我的手 安抚我的情绪 云儿 今日之事 是宁川处理不周 只是事态从及 我是不得已而为之 顾宁川满目柔情地看着我 解释着 妈妈是我的儿时玩伴 阮父阮母 更是待我如亲子那般 两年前 阮氏的面门残案 我没能出手搭救 今日 妈妈遇到流氓胁迫 我不能不管 云儿 我对妈妈 当真只有儿事情意 当年的事 我没有能力保护 阮氏免受灾害 我自觉对妈妈有所亏欠 云儿 你可别误会了为夫 顾宁川同我说起 两年前的他末案 他觉得是有蹊跷 所以打算为 阮漫漫洗清冤区 而一切是接他禁服 是为了给花楼一个交代 同时也为了他 免受仇家追寻 看着顾宁川着急地解释 我笑了 爱意让我对他的信任 还是很厚实的 最近清院很热闹 顾宁川也很爱往清院跑 还时不时留宿过夜 这令我很失吃味 我为此错了他几日 他一开始 倒还过来哄我 后边慢慢地 就不再做何解释了 为此 我心里堵得慌 因此 在后院碰见阮漫漫 我的脸色 瞬间就很不好了 慢慢见过姐姐 软漫漫的姿态 确实慢尿 夫若宁之 陶塞流眼 我本不想搭理他 直径走过 但他却开口喊住了我 妹妹希望姐姐能十点去 不要再讨扰宁川了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反问 他摇了摇头 说宁川最近来 我院子里都在说 姐姐你一直在闹情绪 让他甚烦 觉得姐姐有点无理取闹 我身形一致 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 软漫漫得逞一笑 继续对我进行说教 我顿感不妥 冷言打住了他的喋喋不休 放肆 你是在以什么身份说教我 我有点怒意上头了 不过一个妾室 也敢妄图训斥主母 我的教养 让我无法说出 过于很辣的话语 软漫漫笑意更甚 朝我走进一步 以微弱的声音对我说 骆云 宁川夜夜塑在我床上 还不足以说明什么吗 我半年前就开始接触的宁川 我想要的 可不仅仅只是宠妾的身份 让我们来赌一把 看宁川 究竟是钟情你还是钟情我 我内心名为信任 的堡垒 正在他的言语 刺激下逐渐崩塌 我抬手想将他推开 谁知道 他趁机抓住我的手 并且冷清而不屈地对我说 夫人 我并非你口中 千人整万人齐的花楼娘子 我只求一席之地 夫人为何 啊 他还没说完就重重地跌落一旁 他的跌落 与我的推嗓座椅对比 这在外人看来就是我欺辱的他 我怕 我还没反应过来 脸上就挨了一巴掌 顿时火辣辣的疼 顾宁川轻柔地安抚着 受伤的软漫漫 看向我时 眼神中充满了不满和愤怒 骆云 亏你是世家贵女 竟这般不知礼节 欺辱他人 纵然漫漫是花楼娘子 也并非是媚俗的花楼娘子 我愣住了 出来的质问 有点不过脑子了 花楼就是花楼 何来一尘不染 软漫漫咬紧嘴唇 欲累不累地窝在顾宁川怀中 顾宁川见此 咬牙切齿地吼我 来人啊 将夫人带回主院 禁足跃余 我落泪看着顾宁川 轻柔抱起软漫漫离去 软漫漫还得逞朝我一笑 我对顾宁川 有点失望啊 我被禁足在主院的日子 很是闲暇 也令我混乱的心绪平复了不少 禁足期间 顾宁川对我始终秉持着 不管不顾的态度 轻竹为我带来了他的消息 自我被禁足后 顾宁川对软漫漫很是偏宠 软漫漫是宠而骄 虽没掌家全 但确致的仆人们服服帖帖的 伺候的人天天胆战心惊的 唯恐做错什么事 惹得软漫漫不喜 然后被侯爷降下重罚 这半个月来 软漫漫把侯府脚的天翻地覆 竟无外人收到一丝消息 怕是顾宁川的手段使然 这一日午时 我躺在院落的踏椅上晒着太阳 顾宁川却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 我看他来了 心里还是有点欢喜的 他看向我愣了一下 随后冷着脸将我打横抱起 平退下人后 将我粗鲁地扔到床榻上 啊 死 手撞到了床檐 我还未发问 就见他冷着脸 将我两个衣服快速脱了干净 然后胡乱拉扯着床慢 遮盖着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我慌了 使劲推开他 你 你干嘛 走 走开 他不管不顾 专注自己的座位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今日皇叔召见 说本侯宠妻灭妾 说陈国公上书弹劾本侯 不禁爱妻子 我无法反抗他的蛮横 默默接受着 这折磨的闺房之事 顾 囊 他听到我啜泣的声音后 似乎回想起了什么事一样 动作也变得轻柔了许多 自那日后 他解了我的禁足 似乎是觉得伤害了我 他赏赐了好些东西 到我的院子里 还软下态度对我 一边哄一边认错 其我的谅解 还一连数日塑在我的院落中 我与顾宁川的关系 不温不火的 母亲来访了 我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 告诉了母亲 母亲很是担忧我 云儿 那你内心有何想法 母亲信子开明 也很尊重我的想法 我内心有点不知所措 我看向母亲摇了摇头 说女儿也不知道 女儿的内心很混乱 云儿 母亲有点担忧 女儿与宁川认识一年之久 这一年里 她的为人都是很温和的 我能感受到 她对我是真诚的 但是这些日子以来 我苦笑的抹了抹眼角的泪 我回忆起了顾宁川温柔的性子 以及她对我做过的鱼目 却很浪漫的事情 她为我做过的那段 云木儿浪漫的故事 是她向我表明心计的时候 那天 她邀约我到胡心亭一去 我那时恰好吃食不当 脸上起了红疹 所以脸上带着丝帕 我去到胡心亭 亭内摆满了荷花荷叶 而顾宁川就站在树株荷花中心 背后不知道藏着什么 我走近后 她紧张地拿出背后的东西 是一株花瓣全掉落 只剩脸蓬的荷花枝 她顿时修红了脸 而我在结果时 被身旁花枝勾到了丝帕 一脸红枕显现在她眼前 我顿时惊叫 双手拼命捂着脸颊 我也修红了脸 就这样 我们在那天表明了心计 也商议并下了婚约 那天 顾宁川柔情的眉目 都刻印在我的内心中 久久不能消散 母亲宠爱地摸着我的头 开导地说 我从不插手你的决定 既然你还想跟宁川过下去 那就好好谈一谈 误会一解不一解 若是等待双方感情都淡了 那就真的是不可挽回了 当然 这也并非让你忍气吞声地受人欺负 母亲尊重云儿的选择 伯公府永远都是云儿背靠 大树 我泪眼婆娑地看着母亲 母亲走后 顾宁川来了 我有点诧异她的到来 云儿 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是我的错 是我的侧重点偏移了 顾宁川温柔地将我揽入怀中 我泪线全面崩塌 她轻轻地安抚着我 那一夜 我们促膝长谈 我将这段时间的委屈 全数说尽 她倒是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安抚着我 后半夜 我昏沉睡去 醒来时 身边人早已离去 夫人醒了 侯爷嘱咐了夫人醒来后 就可以迟早食了 青竹伺候着我用膳 侯爷呢 青竹顿了一下 随后如实地说 侯爷在夫人睡着后就走了 是 是往青院而去的 我没有再问了 日子依旧是祥和地度过 软妈妈 也没有再在我面前蹦打了 两个月后 国公府来信了 是母亲的信 信上说 外公被抓进大牢了 让我探一探顾宁川的口风 宁川 我外公他 我并未等人通报 就闯入了顾宁川的书房 书房内的暗桌上 我看到了无比缠绵的一幕 瞬间就扭过头去 胡闹 呵呵 胡闹 究竟是谁胡闹 此等私混的事 竟然要在书房座位 当真胡闹至极 我的你内心还是刺痛了一番 软妈妈离开前 瞪了我一眼 似是埋怨我打扰他们的雅兴 夫人找本侯所为何事 宁川 我外公他 顾宁川似乎料想到了 我要问什么 阻止了我的问话 陈国公的事牵扯较重 一时间也与你说不清 你且回去候着吧 文言我急了 外公究竟牵扯到什么事情了 为何被判入大牢 怎么严重呢 宁川 你一定要帮我外公查清事情原由啊 我还想再说什么 但却被他叫人带回了主院 这几天为了外公的事 我到处奔波 寝食难安 时不时有点反胃 疲惫之态 这天用完午膳后 清竹带来了口信 并且拿出了几封书信证明 当年他末案的幕后者是在国公府 并且国公府为了名望和声誉 将他末案一并栽赃 给了皇商阮氏 并且为了不败录世纪 聘请杀手 途径阮氏满门 我激动的昏了过去 我怀孕了 明郎是医者 自然不会诓骗我 难怪这段时间感觉心里焦脆 还容易失睡 我回到主院时 发现院中大树 有被人挖过的痕迹 我刚想查看一下 阮慢慢就营面来了 我问他 你来干什么 我来通知姐姐你 过几天就是中秋了 需要妹妹协助吗 不用 我并不喜欢和抢人夫君的人一起共事 临近中秋 各家都和和美美团团圆圆的 我回国公府 看望了母亲的外婆 他们对这件事也很是寝食难安 外婆告诉我 当年国公府是与皇商有所往来的 所以书信是真的 不过当时的书信 是阮氏和外公社的一个局 为的就是引出背后他莫大官 在这掩人耳目的举动下 确实引出了 随后阮氏和外公觉得 有人暗中盯着他们行事 所以不再以此作为 本以为这些书信都一一毁掉了 但谁知又被有心人找出来了 我心中暗道此事难办 我抚摸着肚子 打算在顾宁川那下手 中秋佳节的夜晚 顾宁川来了主院 我们一同赏了月 吃了膳食 还说了一些批几的话 宁川 我知道你是办理外公案件的人 外公的为人你也一清二楚 我也知道 你想为软漫漫洗清冤屈的急迫心情 但请你看在我和浩尔的面子上 给外公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 可以吗 我轻轻握着他的手 附在我的肚子上 顾宁川一脸茫然 问我 浩尔 他突然反应过来 惊喜地看着我 盲问 浩 浩尔 嗯嗯 明姐姐说三月有余了 我借由怀孕之意 让顾宁川重新审视这桩案件 毕竟 浩尔是当初他为与筹谋 亲自取的名 只是我没想到 变故横生 顾宁川再次盛怒来到主院 我从摇椅上下来 刚想询问 就被顾宁川打了一把掌 力度之大 让我跌落在地 且脸颊火辣辣的痛 肚子还隐隐有点不适 贱人 没想到 竟然用号来诓骗我 我更茫然的看着他 为了国公府 你竟不惜假怀孕 洛云 没想到你心机如此之重 你国公府一家子 心机都如此之重 你的老嬷嬷都已经招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顾宁川的愤怒 让我心生恐惧 他的话 却让我不寒而栗 我 我没有 我忍住腹部的不适 去抓他的一百 想说些什么 但他却气恼地 把我踢到一边 我感觉身下 好像有温热液体流出 我捂着腹部求助般 看向他 顾宁川此时被愤恨 冲昏了头脑 他挥袖想离开 但却被大树土壤内 冒头的一根银针 亮到了眼睛 他脉步走向大树 我心感不妙 但腹痛让我无法动弹 他从土壤内 拿出了一个 扎满银针的布娃娃 布娃娃身上 我的主愿中 怎么会有巫骨娃娃 顾宁川 不是我 猴 猴也 猴也 阮夫人小铲了 蒲丛的声音 令我如坠冰枯 腹痛更加难耐了 顾宁川将巫骨娃娃 猛地扔向我 银针鹰惯性被甩了出来 滑滑我的脸 留下了一条血痕 落 云 你胆敢行巫骨之树 顾宁川盛怒地望向我 他眼神触及我身下有血后 实意了一下 后在蒲丛的催促下 匆匆离开了 他将我扔在这里 不管不顾地走了 我瘫卵在地 我双手抚摸着肚子 身下温热的血液 愈演愈烈 求求求 谁谁都好 救救救救我 我的 孩 孩子 我躺在血泊中 意识逐渐消散 我的孩子 浩儿 是母亲不好 母亲 太过无用了 无法护你安全 浩 浩儿 眼前情景消散前 我看到了一个胖嘟嘟的小娃娃 在朝我奔离 我的 孩儿 我是被青竹灌汤药要惯醒的 醒来后 身上黏黏糊糊的 很难受 腹部的疼痛 在汤药的作用下 减轻了很多 但我还是没有力气 青竹在我耳旁哭哭啼啼 叨叨叙叙的 让我知道了一些 我昏死后的事情 软漫漫两月有余的身孕保住了 没有受乌骨娃娃的影响 但当朝有人 出了乌骨禁忌 自然躲不过陛下的追责 国公府本就处于 他末案的漩涡中 如今还出了乌骨之术的事情 全府秋后 除斩都无人敢申冤 但念及国公府 是开国功臣 且国公府诸公子 都在镇守冤冠 当朝不能不顾将士的情绪 因此陛下下旨 除了将士外 隔除国公府众人官职 收回外公的十分之一兵权 国公府诸位 都是戴罪至深 要举家流放 而他末事件中的阮氏 则平反冤情 罪名权归国公府 阮漫漫自然而然 恢复了皇上之女的身份 捅鞋一支地位不高不低的商队 而我则被贬为贱妾 丢弃在侯府废院 顾宁川也因此官位晋升 一跃成为 当朝最有声望的顾侯爷 在清竹求来的汤药作用下 我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 不过已经五十了 清竹这丫头 怎么还没回来呢 姐姐这是在等她吗 软漫漫焦软的声音传来 我的身体不受控制的打寒颤 我在看清她命人扔在地上 血肉模糊的东西时 捂着嘴呕吐了起来 是清竹 清竹身上的肉都被撕扯得不像样 到处伤痕累累 没有一块好肉 血肉上还散发着 阵阵狼狗的腥臭味 软漫漫笑得肆意 得逞地说 姐姐可真不会教育手底下的奴才 这贱臂竟然手脚不干净 偷取了药膳房诸多珍贵的药材 而且还偷拿了很多馍馍 准备喂狼狗的香肉 她偷吃了香肉 狼狗没吃的了 那妹妹只能让她替代香肉喂养 不过可惜了 狼狗不喜欢她的肉 随意撕扯几下就舍弃了 于是妹妹就好心 替姐姐送回来哦 我跪坐在地面 眼泪不停地流 凝川软漫漫抓住了我的下巴 迫使我看向她 狠辣地说 你还当真以为侯爷如此爱慕你 我告诉你吧 那桩他末案的证据 是侯爷伪造的 他接近国公爷一年多 就是为了模仿他的自己 我大惊 机械般看着他问 喂 为什么 如果不是国公府的插入 凝川早在一年前 就已经将我迎回侯府了 是你们为了搭上侯府设计 陷害我阮家的 你还问我为什么 当真以为自己是宁川的医人了 可笑 我就这样呆愣地坐在原地 始终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事情 顾宁川 若你当初如实相告 已有医人 我又何苦答应外公的作媒与你纠缠 你不仅为此怨恨我国公府 还将阮氏的面门惨案 归到我国公府头上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骆云自认名谋好眼 不曾想还是遇见了不变是非的伪君子 哈哈哈哈 我气急攻心 阿子你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 是舅舅的儿子陈墨 我大量着四周 不是那废院 我这是出来了 陈墨向我说明了所有 他在边关收到了家密家书 为救我离开侯府 悄悄赶了回来 他把锤死的我给救了起来 喊给青竹安葬好了 只等我身体好些 就伪装离开京城 吕远在边关的母亲团聚 他将母亲和舅舅他们带回了边关 安放在了自家将帅的手下 陛下的人马暂时找不到他们 且将帅和他正在寻找 为国公府平反贪末案的线索 我越听越不妥 问道 外公和外婆怎么样了 陈墨愣了一会 还是如实告知了 外公和外婆还未等我们赶到 就已经身体有恙 去世了 悲痛之下 我的病又中了几分 我的身体实在承受不住奔波 陈墨只好与边关将帅 加密书信商议对策 陛下的人马 侯府的人马 都在寻找着国公府的人 朵朵藏藏一年有余 陈墨 他的将帅 以及信仰国公府的一些将士们 终于为国公府 洗刷了贪墨案的冤屈 贪墨案的主谋 是与阮氏有利益纷争的太尉大人 而那些所谓的书信证据 也是伪造而来的 只是查找不到伪造之人 无法定罪 同时还为我澄清了 巫蛊之事和假怀孕 是阮蔓蔓蔓 威逼里有我的奶娘 让她设计陷害我 并且栽赃于我 陈墨带着我 迎回母亲他们时 我的心情是雀跃的 同时也是害怕的 只因那撒爽公资的将帅 正是我二十万半五四 最前方则是我最为亏欠的家人们 队伍前头 是舅舅双手捧着外公的牌位 旁边的是母亲 双手捧着外婆的牌位 二人身后 则是两位老人家的棺木 队伍临近 晚哥生生悲切而凄凉 跪下 舅舅和母亲抱着牌位 走到我的面前 训斥着我 骆云 你可有错 我哽咽着回答 无孝孙女有错 还望外公外婆拳下 有之入梦训斥 母亲泪如雨下 并未答话 和舅舅一同回了国公府 陛下恢复了国公府的一切 但却恢复不了外公外婆的命 我被罚跪在国公府的门口 众人都议论纷纷 毕竟我现在的身份 仍旧是侯府间妾 不配入灵堂上香 顾宁川来了 他黑着脸 将我拉了起来 我奋力挣脱 再次跪了下去 骆云 你还是我侯府的人 你这般当时 我丢进了我侯府的脸面 我并未看他 冷冷地对他说 侯也可以不当我是侯府之人 反正有无都一样 顾宁川顿时憋了口气 但还是生生忍了下去 毕竟陛下下旨 要将我迎回侯府 不能让校中国公府的将士寒心 况且 他也知道了软漫漫的座位 云儿 我们先回去吧 明日带我准备好祭礼后 再一同过来 我知道前些日子是我的不好 是我听信谗言 害得号流失 我现在知错了 云儿跟我回去吧 顾宁川 我们和黎吧 顾宁川 我们成婚吧 我们先所想的 都是我们过往的种种 他的心好像不一样了 云儿 你 落落 云姨让你进去 五四出来 打断了顾宁川的话 搀扶着我进了国公府 还给了顾宁川一个挑衅的眼神 顾宁川顿时如临大敌 我跪在灵堂上 扣拜了三下 也上了乡 不肖孙女 愧对外公外婆的教育之恩 还望你们原谅孙女 我从母亲手中接过纸币 一张一张地扔去焚烧 知道你错哪了吗 母亲哽咽地问我 我回答 母亲反驳了我 错在不懂照顾自己 损害身体 留下病根 错在忍气吞声 不敢拖累家人 不敢发送家密书信求救 错在让你外公外婆 在担忧你的情况下离世 那天 我与母亲哭成了泪忍 我对侯府的恨意更甚了 我最后还是跟顾宁川回了侯府 原因无他 陛下插手了 还将我从贱妾 抬回了侯府夫人 而软妈妈 则变成了侧室 顾宁川终究是不舍得 自己的青梅竹马 软妈妈以误补之术栽赃陷害 竟还能在府内留存 也或许是为了他肚里的孩子 自我回了侯府后 顾宁川再次对我 显现出一副柔情的模样 对我更是百般呵护 对我的偏宠 更是肆无忌惮的 例如当初的软妈妈那般 软妈妈得知后 又开始来找茬了 他借由我婢女 失手打碎他的花瓶为由 直言要长乖婢女 我对他的做法实在不屑 抓住他的手反打了他两巴掌 你竟敢打我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戏虐看着他 说且不说我是侯府夫人 就凭我是国公府的嫡孙女 这一身份都能将你发卖了 从前是我过于爱慕顾宁川 失了自我 忘却了国公府给予的 可以傲视一切的身份 毕竟效忠国公府的将士 虽少但都是勇猛之人 帝皇也要给几分薄面低 且我家沉默还是副将帅 就连当初治罪国公府时 陛下都不敢动他 就凭软妈妈一个皇上之女 分分钟捏死 只可惜我到现在才醒悟过来 嫁给顾宁川 但真是自将身份了 软妈妈怒急 招手让身后的仆丛 抓住我好好教训一番 我岂能如他所愿 让身旁的松屎 反手擒住了他 松屎是五四送我的 有底子的女将 啊 宁川救我 软妈妈朝院外 赶来的顾宁川求救 我与他两两对望 我的眼中更是激不起一丝动荡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我就是不让松屎放人 好奇他会如何待我 放肆 讨扰夫人敬仰 顾宁川呵斥着软妈妈 滚回去清愿 再有下次严惩 真无趣 看似呵斥 实则还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人脱困 幸好 我现在对他一日既往的心思 许是顾宁川对我的态度转变突然 软妈妈竟然好了伤疤忘了疼 竟然给我下鼓毒 明姐姐 这真的是阴阳鼓 我惨白这脸问明郎 对 死毒阴狠 分为两种鼓毒 且解法只有一生一死 或者都死 明郎悠闲的态度令我心下烧安 我随即试探地问 明姐姐有法子 他笑答 答对了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明郎想借五四的将军令完完 我有点茫然 且不说他借将军令的真实目的 五四也未必答应吧 他又不是我国公府的人 只是没想到五四竟然借了 明郎调侃我的时候 我的惨白的脸颊竟然透红了 就在明郎为我逼出鼓毒时 我且阻止了 我心下有了个逃离侯府的好计划 阴阳鼓为期欺骗 第六天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身亡了 身为杨谷的顾宁川就能相安无事了 不错 软漫漫把另一半下给了顾宁川 最后国公府和五四知晓了此事 上奏了陛下 是要软漫漫长命 但顾宁川念及他腹中胎儿 还以一粒保下了他 陛下自然向着自己的心腹大臣 既然如此 那国公府就向陛下施压 要了那一纸河梨 既然顾宁川要活的人 那国公府就要要回我的尸身 五四带着心腹闯进了侯府 带走了我 顾宁川一夜白发增生 总算是知道了自己从始至中的心意 奈何已经晚了 他像发了风似的 在我下葬当天大闹了一场 最后被国公府的人按着打了一顿 后来我听说了 自那以后顾宁川整个人都变了 他不在秦政上朝 一直窝在侯府主院 而软漫漫则是被囚禁在清院 好吃好喝的猴着 直到孩子出事 三年后 国公府辞了官位 带着所有人移居了江南 而我也在此其中 当年得了明郎的帮助 才让我假死逃离侯府 来到了这晚约江南 当然还有五四 他也告了假陪我走遍了江南各处 我知道他的心意 但是我不愿 原因无他 我身体落下了病根 无法再生育了 况且我还未释怀所有 不过 田径的日子 还是出现了变故 有个小男孩 迷路闯进了我的葡萄庄园 他的脸有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直到看到找过来的人时 我这一年的安详 终将是被打破了 云 云儿 顾宁川看着死而复生的我 内心的雀跃 无法用言语表达 以至于看到 从庄园内走出的五四时 他疯魔了 他猝不及防 打伤了五四 将我强行带回了京城 甚至不惜折损 自己精心培养的暗卫 再回京城的路上 我不断使忌 挣扎逃离 但顾宁川 却是将我防得丝毫不露 他抚摸着儿子的脸颊 声音里都是 视而复得的欣喜之情 浩儿 娘亲回来了 娘亲回来和我们团聚了 我文言一正 眼神脆了毒斑看着他 你是不是疯了 我的号早就死了 顾宁川突然语色 爱恋的抚摸了我的脸后 就带着顾宁离开了 而反观葡萄庄原处 五四正和心腹收拾好 准备回京营救我 但是就在动身那一刻 圣指到了 此时的众人 才知道朝堂的风向变了 夜幕降临 我已割破自己手腕为代价 总算割断了捆绑双手的绳子 正打算离开时 却对上了顾宏亮晶晶的眼睛 咦咦 你走不了的 外面都是爹爹的人看着呢 他的样子很真诚 所以我感觉他没有唬人 我任命般坐下 跟这个小孩子聊聊天 你为什么叫号 你娘亲呢 爹爹说是他和娘亲 一起给号儿起的名字 他奶生奶气地回答 顾宁川真是疯了 随便找个 等等 你 你知道自己今年几岁吗 显然我的问题 让眼前的小孩 有点回答困难 云儿 莫要为难号了 你猜得不错 顾宁川拿着吃的进来了 他将浑身冰冷的我拉着坐下 为我仔细处理着手腕的伤口 我身体不断生起寒气 一把扫掉了桌面的东西 质问他 你是不是疯了 你竟然将号的名字 用到软斑斑的儿子身上 是打算废物利用是吗 顾宁川从怀中拿出药瓶 做事要为我抹药粉 我奋力推开 静止走了 云儿 你可知 违抗三道军令的后果 我止住了脚步 不安地问他 你什么意思 顾宁川告诉我 一年前陛下病重 当今是太子坚果 他辅佐 边关系那些时候动乱 顾宁川提议太子下军令 让五四前往镇压 但五四应担忧我的安全 已经拒了两道兼军军令 为军者不该施威严 为臣者不该逆军令 况且国公府众人都还在江南处 我想云儿是十大体之人 知道该怎么做的 顾宁川拿出第三道军令 和一封空信封 我将五四送的月牙玉佩 放进了信封上 并且写下了一个 暗字 随后我又再次回到了侯府 虽说回了侯府 但我始终不肯以妻妾的名义 毕竟当年的一纸和离求来不易 如我所想 顾浩是软漫漫的儿子 而软漫漫如今还是测试 看到我回来后 他像撞鬼般 不断叫喊着 顾宁川实在厌烦 就将他打昏 让人抬离 在侯府的日子度日如年 顾宁川封锁了外界的一切消息 让我无法探听五四的现状 而软漫漫也时不时来挑衅 让这是侯府世子的生母 不断来找我查 我有次实在烦了 过后几天 软漫漫都没能来我眼前撒脱 而顾宁川则对我的监视松了些 许是我的态度温顺了很好 于是我恃宠而骄 到软漫漫眼前炫耀挑衅 软漫漫 即便你是青梅竹马又如何 侯爷最后爱的还不是我 区区一个曾为继子的玩意 还妄想得到侯府侯爷的恩宠 你也只不过是我家侯爷 一时兴起的小玩意 还真当自己是侯爷阴人了 可笑 你且寄牢了 只要我再是一天 你就永远无法取代 我在侯爷心目中的位置 你放心 等五天的过际仪式完成后 我会好好对待你儿子的 只要我再是一天 你的儿子就会一直养在我的名下 我的言语刺激算是成功了 差点就被疯婆子扔来的碎碗片 划破脸 果然 不负我的重望 软漫漫下手了 他这次没有亲自动手 而是借助儿子的手 为我送来的毒茶点 只可惜 这盆茶点在身旁侍女的挑唆下 全输入了顾浩的肚子 跟我预想的出了偏差 解读完没用上 但没关系 还有计划二 我将顾浩发凉的身体 送去了软漫漫那 而软漫漫正在拖延着顾宁川 不让他走 看到顾浩的样子后 顾宁川这急忙慌的找太医医治 而软漫漫却很反常的一言不发 等到顾宁川回到侯府后 我住的院子已经被大火吞噬殆尽了 院子前还站着魔症了的软漫漫 云而 顾宁川扔下凉透的顾浩身体 朝院子扑来 软漫漫奋力拉着他 宁川别去 那件人已经死透了 软漫漫 你该死 顾宁川拿剑刺穿了他的心脏 还换来狼狗撕扯他的肉身 例如当初青竹的悲惨模样 而我的 尸身 也被顾宁川亲手埋葬 云儿 我当着让你心死如此 竟这般不肯留下 很久之后 我听明姐姐说起我 死 后的事 那段时间 顾宁川一度处于蜂魔状态 不惜朝太子进现谗言 让太子逼宫 打算把持朝政 明姐姐说他一直要求高位 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固执地求得高位 就好像要一把自己的势力 遍布全天下那般 他是要掌控世人还是要 寻人 五四班师回朝时 太子正遵照陛下旨意 登基为新皇 而五四得知我被烧死后 竟然不顾众人拦截 抄起武器 就要去击杀顾宁川 将帅冷静啊 先回去拜祭先祖重要 将士阻止着他的座位 眼看劝不动 将士只能再次暗示 将帅 要先拜祭先祖 先祖才会庇护将帅处处接 安 安 五四怒了 安什么安 老子的女人都被烧死了 让我如何安 滚开 五四踹倒了将士 挥着大刀杀去侯府 将军安安安 将士将他腰间的月牙玉佩 拽下给他看 使劲暗示他 五四总算是听懂了 在先祖祠堂里 我与他重逢 他紧紧抱着我 虽有点大不敬 但他已经顾不上了 天知道他在听到我遇害消息时 是如何惊慌的 对于新皇登基这件事 我觉得是有蹊跷 宫中并未传出 先皇驾崩的消息 那先皇登基 为何不直接宣布 而是要弄密罩呢 我不断思索着 五四问我 洛洛可是觉得密罩有意 我点头 他继续说 但密罩上 确确实实是先皇的自己 并且还有他独特的小阴阴章 对了 自己 顾宁川很会模仿他人自己 而什么独特的小阴阴章 对皇后来说 不算难事 我把我的猜想跟他说 他有点担忧 洛洛 我护送你回江南新住处 这里我来处理 我文言点了点头 我倒是真怕了顾宁川 怕又给他找着我了 送我回江南后 五四将月牙玉佩还给了我 柔声对我说 洛洛 等我回来 娶你 好 我等你 我在江南等了三个月 五四回来了 还带了个媒婆来 我想 但是我的幸福来临了 我后来问了五四那三个月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 五四说 他在重回京城时 新皇派来暗卫刺杀他 要将他斩杀在路途中 他一人难递多人 在命垂一线时 明郎带着自家夫君出现了 他们开始了终密的部署 先是在第二批杀手来时 五四假装打不过 受了些伤 成功假死混淆新皇视线 然后藏在了伤队中混进京城 而明郎两夫妻 一个是圣衣 一个是丞相独子 自然都是新皇 尤为看重的势力 但奈何明郎 比较欢喜自己云儿妹妹 而丞相家少爷 独独爱妻如命 这就注定了 二人是给新皇帮倒忙的 他们打算救出先皇 但只有五四一人是不够的 而这时 明郎先前 借来玩玩的将军令伪张 就发挥了作用 毕竟真的被新皇收了 最后 他们成功就醒了先皇 太子被废 同样将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 一并处死 其中也包括了顾宁川 而五四则辞去了君职 陪我在江南隐居 江南柔情 属实是我最向往的地方